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葱爆羊肉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葱 洗净切断 再准备几粒蒜头 羊肉呢 我就用这样的火锅羊肉片 解冻后呢 我们给它一波为二 或者像这样拎起来 剪个两刀 主要是把它的筋筋拉拉剪断 要不然你待会冻块的时候 会拉得很长很长 这样改好刀就行了 什么也不用做了 直接开火 开大火 放少量油 先爆香蒜粒 大蒜微微发黄就好 羊肉下 一片一片打开 炒这样的羊肉哈 没有难度 不用赶紧的 动作慢的就慢炒 时间长短炒出来都差不多 差不多打开了 不爆弹了 它颜色也变了 我们就先放一点生抽 如果你喜欢颜色深可以叠一两叠的老抽 然后糖 接下来白胡椒来一点 孜然粉 有辣椒粉 来一点 有辣椒粉来一点 这个辣椒粉你看看买下人的 其实它一点都不辣的 它就香而已 最后家里有海鲜酱来个一勺 最后一把葱花下 肉哈一定要做到胃浓才好吃 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些调料 你就多加一些盐 然后用糖来对冲 翻炒到有葱香味了 就可以装糖了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